小亮剛剛有提到 你覺得地獄豬他們在整體的協調性跟團隊上面越做越好 那 誰是那個Key Keyman Key 是哪一位 你要看誰是Leader啊 通常一個隊伍裡面打野都是Leader 要聽Leader的話 所以 打野是那個core嘛 對 因為你打野要 你有機會幫上幫中幫下嘛 那你就是聚合整個隊伍的那個core 說中路就線上的人反而越不舒服啦 是 然後看一下今天 欸不能再空Ban了吧 左哥好憨 哈哈哈哈 老哥不能再讓咯 我昨天在看神的副盤當中他有提到王牌還沒拿出來啊 其實我 因為波比的話在 波比的話是對面選到的話其實蠻Counter他們陣容的 哦 豬神黃昏 選擇拿 版本還是比較強勢的豬女 都有很強力的開戰手段 造型 欸這造型還在錯位 還有這邊中路的哦 欸他們現在四個除了這頭母牛 一直在錯耶 其實包括LPL包括LCK都有這個選擇 扣格魔 他這個也有可能是錯位哦 扣格魔我也在錯 你說你搞得我好亂啊 上打 來看最後是要選擇拿一個比較穩健的選擇 納爾上路 那這樣的話看起來就是炮娘下路了哦 對那就是前期的話 DWT這邊上半部比較需要去做防守 那 只有200D左右了 哇這扣格魔對線這麼強了嗎 可能不只可能只有100D哦 上到4等打了一個會心1技能有綁到 換血變成將近5開 但是這個1口彈又吐在小土身上 這打崩啦 小土 這邊中路看起來扣格魔的效果非常好哦 很難得耶 這個扣格魔中路在前期就能夠取得這麼好的對線成果 是 而且打野這時候在河道遇到 但Taco想把這個線給卡住 但玩家有點難受 需要叫W的時候來解線了 再次回上去這邊上到6等 往前的W技能把Taco的閃線逼出來了 哇這個火氣打起來了 而且飛貴羅跟恩豪是先靠過來的那一方 他們選擇把中線先清完之後再走過來 Taco 製作師他們有閃線比較難進場 反正側邊想要先逼走文家 感覺是一波5打5 但是這一波Taco這樣跳不太好 會幫文家跌不去 還在點 預示的還有1000左右 這樣搶不了了 那這樣的話上下兩個物件都要被DWT給控下來 走吧走吧 我是 我 不僅是老娜我還是老假 往前想做萬子倩有閃線在一根 但坐下來傷害完全不夠 W閃線跟閃 W在一個三重爪擊打起來 手殺造型拿下來 這種話其實不太能夠在這個時間點影響到 上路 反擊Fullmob舉上去 但是馬上被W技能一拍 再拍他 往前大人家就在想打 一種爆碾壓 還想再追 W急暈到 背上一個巨石拋岩 再把DAC打到剩殘血了 在這個時間點打一次不帶樓 反正把IC8吃了一個毀面射擊 直接倒了 怎麼了IC8 這個時候W會收尋的 反過來來反這個岩 走過來看一下IC8 Q急暈到被扭 WQ一次兩個人 哇很好玩的好耶 就是在 對方失誤的那一瞬間有把握住機會 他就是一直盯著那個Rail 當你IC8出Q的那一瞬間 我就往前頂 因為我知道你會扛他 哇那這挖IC8 剪到石頭有點可惜 下半部 TID有閃現 但是萬子倩已經直接坐了下來 這台是小組的TP 殺手我們能衝過來一個石能包包吸兩個 但沒有辦法阻擋 來自自己跑去四個人的進攻 Garton能夠急急衝刺往後來走了 之前 哇然後上路 Tako已經有勝利了 那這邊就轉手圍攻了 是 現在的納爾 文家還沒有出他的三項出來 往後還想打 回頭W一下 又被打出三環 骨頭回力不要緩到 這邊想打到底 納爾怎麼要變大 太空就說回頭 但好像有點太晚了 簡單了 現在HPS要做的就是B戰 下半部 三個人走過來 想等納爾變小 這個做不了這個做不了 先一技能規避一下傷害 W一個荒效猛擊 是推兩個想把兵給洗掉 但是來自自己的傷害也太高了 殺手我們能衝過來 這邊R技能還在吐 下半部紫棘開噴 但是最後拿下人頭的 是泰 他有意識到這件事 對他知道對方要越他 但是他反而給自己 太多心理的壓力 下半部 這個時候 Garton即時支援過來 是來自神的支援 爆炸射擊 過來Tako Tako交閃離開 閃線跟著WX 沒有辦法跟著這個傷害 跳野走了 這個沒有在演 他沒有在演的 小兵走的不會被吸仇恨啦 走過來火箭腰帶 想逼一下招式 但另外一邊紫棘跟Garton 中野同時在牽制 四個人逼出的是Garton的閃線 往上抬翔在走 一個竹女扛了所有人的傷害 一個萬一天用做兩個 Garton直接被融化了 扛了很久的輸出 這時候Tako從側邊走的關 但是其實被牛給頂走了 狂笑猛之一推就推到下路雙人組 Tako 自己在側邊還在噴 還在噴一個吃的瘋吧 也只吸五個人 完美的團戰畫面 在這邊傷害還夠嗎 殺頭門的衝了解 這次來自泰哥的收支二級 三個人殘血 直接還在那邊 還在開噴地獄 找到反打的時間點了 把DWT他們的龍魂點 聽牌龍給斷掉 再來看一下這一波老闆 老闆真的好扛 他這邊就是在給空間 讓自己去Poke對方的血量 對方找了一波機會開戰 但其實這個開戰的同時 讓DWT的站位變得很危險 對 然後這個 其實這個文家是不能出去跳的 他這時候本來要保自己的隊友 因為他一旦跳出去之後 他們就沒有保牌技能了 所以對方 ITV就找到一個機會 直接開進去 而且紫棋是從頭吐到尾 完全沒停過啊 這應該平常在訓練室 都有看老闆怎麼噴人的喔 一直噴一直噴 來看一下這波 笑了 別點掉了 20分鐘半看起來局勢正式反轉 下半步 打起來武器重視 選擇直接開 盯上了一個小娜兒 他如果身上有閃 可能要單殺了嗎 但另外一邊文家是選擇先行交閃 對 就是畫面感覺有點像 他們的配線就是比較 比較快一點 這時候這場應該是 扣個膜在中路 但DW這時候不想給對方 想給對方地圖上的壓力 選擇的往前頂 WQ頂到是泰德 但是一技能直接往後走 反而是恩豪 把自己的堅定一致給開掉了 感覺有機會反開喔 哇這時候 快跟我們的Poke傷害 已經非常可觀 來再次開噴 選擇把大絕交出來 這個時候 PB選擇敲在泰德 臉上一個爆炸射擊 鬼沒射擊想要打 但是一個殺手本人 直接規避掉那個傷害 泰德 下路基本上是單殺掉的PB 這時候磁能風暴 一次想吸兩個人 往前再次疏守 小土這邊整個火箭腰帶往後走了 反而是自己的隊友 恩豪 可能這個小母 就要被料理掉了 12等的小炮直接跳到 14等的凱撒面前 三件裝 加一塊錶 對 對方還比你多一件裝 你直接跟他這樣子單挑 然後甚至他還可以驚人躲你的爆彈 走過來 這邊TACO一個冰河龍老 想抓 TACO躲一下 一個人歸避到W 去打W 還沒有選擇下來 下不來這個重擊 穩穩的被神 這時候再閃現過來 小土一個蓄力一擊 直接被TACO給蹦死了 節奏有很大一部分的影響 對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一波 Pepero這時候是 兩件裝加一個吸魔劍 14等打12等 跳上去EAA 完全打不贏耶 而且他的R是打在IC8身上 因為他怕被他跳 最後的傷害其實也沒有打在泰德身上 然後這時候一次吸兩個小土 賣了賣了 很好一個人被留在原地 即使開大絕 但承受不住傷害 那另外一邊 WOW 先給對方下半部視野的壓力 而TACO一個人在帶 小土現在一個人是有點阻擋不到這個賈克斯 一個人扛著這個塔的點 強行把塔給點掉 開競人想規避到這個萬子千 回上海角再打一個蓄力一擊 配上反擊風暴 但是狂笑猛擊 配上巨石拋炎 以及WSO的星月無雙 還是把TACO給送走了 我覺得還要打還要打還能操作的 還要再追 Leader說要追 往前冰頭然後甩 他甩空了 這回家的閃先給脫掉 這時候往前小母牛選擇把對方的C位給直接頂走 但開了自己的堅定之後 好像還是抵擋不住 來自地獄珠的傷害 太太的 TACO本能衝了進來 想效仿的是那一年的GARA嗎 Poke到頭皮發麻啊 WSO只剩下半血以下了 IC8的時候都看起來想來開端 但是很好給直接頂走 而TACO知道沒有大絕 看起來又直接被融化了 往前再頂 但GARA通是沒有頂到的 反而是紫綺的傷害 成功把小母牛給收下 另外一邊偏面射擊 把塔虎也射走了 想推走一個巨石拋炎 而且剛剛文家斯已經把他的狂效猛擊給交掉 TACO這時候看你反擊 不然海小子在打 往前再噴 紫綺又收下一個人 然後就說海小子往中路的高地在邁進 換紫綺和往前想做一次做兩個 但是海德經驗給歸避掉 反而是小土 No Damage啊 這個中路的高地也要被地獄座給一口氣拔掉了 還要再追 還要再追 小土40秒 WSO30秒 小智德娜這邊有機會結束比賽喔 但是這邊8樓的BUFF已經消失了 來看一下這邊有 如果他在抓人的話 BUFF又輸手又空了 沒關係 暈到 直殺 沒有辦法第一檔來自TACO的共共人 閃現在反擊 還把Peppero給留下來 看了一個驚人 但TACO這時候身邊是沒有隊友的 跳斬離開隊友的身邊 想回去反擊風貌再次舉起來 Peppero傷害不足以 31分鐘地獄座想來結束比賽了 紫綺還在困 紫綺還在困在Peppero傷害很高 已經打了一個三連殺火槍 還想再打 想拿了第四個人頭 第四個QuadraQ 給他Peppero身上 守護住DWT的主堡 中度5V5 來看一下上一波 非常想結束比賽 甩被奈兒跳樓給規避掉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有殺掉這個奈兒 也沒什麼大問題 但是後續的話 賈克斯其實不用去抽這個 你看太衝動了 這邊要挺了 這邊要挺了 其實去A塔就好了 因為賈克斯有反擊風暴 他一定是這個A塔最安全的人 看來有人是不想要吃免費的 Taco這波你要飛啊 今天豆腐壓血一層掉一個囉 今天吃白飯吧 沒有水可以喝了 來看一下這時候Garton 知道隊友倒光了 只能交閃離開 反而是飛飛飛飛龍 但是這時候中路已經打起來 又在Z8的開打一隻C4個人 現在Z8想賣W的時候 一根頂在最前面 想殺泰德 但是傷害完全不夠 W技能配上Q3想擊飛 飛飛龍 閃現離開 這時候全村的希望 Peperro還在點 還在點 這邊胖娘還在輸出 但另外一邊Adeos也在吐啊 來自雙C的傷害 Peperro想跳到Adeos的臉上 想來秒殺Peperro還在輸出 還在輸出 還可以再往後跳 來自全村的希望 DW還沒有倒 走了走了走了 電到的傷害持續 這邊泰德已經沒有任何追擊的本錢了 單殺了欸 另外一邊Taco 單殺掉的文家 而且又貫通了 最關鍵的那個人 來看一下這一波 上路是怎麼單殺的 他小隻的那兒 不能這樣子直接走臉啊 野區遇到 往前反擊風暴暈 配上大絕 一路攻到底 再舉起來 咚咚咚咚 ㄎ 感覺 有點死的有點 這時候仔細一賽後排 給Poke的壓力 反而是另外被Taco 又再次盯上小土 反擊風暴暈 把分身給打得出來 Taco一個人很兇 很想贏 哇好殘喔 哇好殘喔 本來直接把小土給抽掉了 再次往前 此能風暴又是開心 又是來殺於T8的開戰 反擊風暴 又暈到兩個人來自 C龍類的陣型已經全部亂掉了 WSO也已經倒地 我們準備要恭喜地獄 在36分鐘 拿下三連殺的泰德 要帶領地獄 拿下本週的二連勝 這一場 都可以見到 什麼 age 都可以見到 二連殺 我只能說就是最後一波團戰的話 其實DWT就是他們沒有把握好 他們那個陣容要發揮出來的東西 他們其實就是一定要往前頂的那個會戰 他們就是造星一定要往前頂 然後給那個沛沛的輸出 但是他們沒有做到 所以HPS就是一直往前Poke 一直往前Poke 然後找到一波TW 菜德直接衝進去 把人殺光 而且在後面那一波 基本上在藍區那一波 紅區那一波打完之後 局勢就完全反轉過來了 我覺得DWT現在就是他們的問題是 他們沒有 他們有優勢他們也不會打 下路有被限殺一波 就是失誤被殺掉一波 但是後續其實 IC8還是有穩住他的發揮 各種採三個採四個嘛 而且Garton現在在什麼 還在溝通啊 是吧 比賽要抓戰犯我只能說有得抓囉 欸中野好像 好像那個 各搞了一次 對啊大野好像對那個 中路有沒有意見到喔 那一波為什麼沒有G 到底那一波為什麼沒有G 但是吧 比賽確實中路的 Adeos 主持奇拿到了Coke 這個奇招之後 這把他們都沒有選擇 快搞 Raz放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